心裏有趣地說 任由你奸過鬼 到頭來 還要喝你皇家爺爺的洗腳水 今天就看看我皇家祖宗 怎樣用先法 破了你這個爛鬼公司的妖法 轉頭看過去 一望無濟的野地裏 有幾隻無主野狗 目光凶狠地盯著王仙橋 但始終不敢走近 周圍低矮的墳頭 已經分不清歲月了 不少墓碑就已經塌了 王仙橋在墳山一路走 四圍網 雙手不停捏蒜 嘴裡暗暗沉沉地說 應該沒多遠了 這裡肯定有我要找的東西 然後腰一拱 矮小的身軀消失在中環交錯的墳頭之中 隔了沒多久 在沒多遠又穿了出來 雙手作陰 借著月光 盯著墓碑上邊的生卒連月 看了很久 雙手獵算一番 低聲地說 這個人生神八字不錯 最妙的是屬相為龍 大相如龍虎牛馬不容易被落降 你這句詩身真是最好 正所謂得泥全不費功夫 不過死人為大 怎麼說也好 爺爺我先拜你一拜 今天你爺爺我要借你的力來航摩服妖 阻你清修清靜了 有怪莫怪 明天我一定帶上三生六卒來拜你 今天借你一用先 說完單手獵奏 輕輕在墳頭一拍 只聽見啵的聲音 那個墳頭從中裂開 裡面露出一副棺木 棺木看上去是落狀沒多久 只是稍微有點腐爛 但是聲臭的氣息即時撲鼻而泥 黃仙橋罵了一聲 在懷裡扔了一粒紅色的藥丸 咬碎了吞下去 即時清香撲鼻 在足遊 很多時都要跟這些副師打交道 所以這種能夠被屍臭的藥丸 黃仙橋當然是隨身攜帶很多 他陰冷地說 帝國可能不知道你共思一門的耐力 但是你怎麼瞞得過我 你們共思只不過是當年被茅山 清理出門戶的黑鋼一抹 千年之後居然就成了精 在我黃爺爺太歲面前動土 今天我就要用我們足遊無上鬼術 破了這些不學好的黑鋼術 說完 猛然手向墳地一掩 居然 受弱的身軀把整個棺材舉在手上 雙手連翻 在懷裡掩出一支三尺粗細的鎮靈釘 照著棺木的下方一下刺下去 口裡大聲說 你有鋼我有尾 鋼我不成我就反鋼你 說完雙手高舉棺木腳踏如捕 整個人在墳山上被圖散發 凝如風魔 在這個深夜晚風之中相當恐怖 黃仙喬一下按住鎮靈釘 腦海當中 偶然閃過一幕幕畫面 他只覺得頭痛欲裂 但是還是不停止 大聲地喝 他心通 通你前世種種 畫面一幕幕閃過 有如放電影一樣 黃仙喬哈哈大笑 你一個人死於非命 壽命短促 這個是注定 身上不留隔夜錢財 思為貧也 更難得無父無母 無妻無子 天生孤獨 無人送終 真是難得的天姑貧之身 由他來作相 就算金眼共思 又奈我什麼河 猛然 黃仙喬白口一張 引到白氣噴出 彈手連連捏捲 大開一聲 衝 所有的白氣向著那副棺木集聚迎結 黃仙喬把棺木扔到地上 一連在棺木上方打了幾道符咒 那才大開一聲 起 啵啵啵啵啵 幾聲巨響 那副棺木 撒那間四分五裂 白氣從死屍的七竅之中猛貫而入 黃仙喬啪啪啪幾聲 好像變魔術一樣 在懷裡扔了幾個瓶子出來 嘴裡說 鴛鴦血 五靈血 黑狗血 月經血 計血 計冠血 六血齊備 死人爛鬼共思 如果不是撞對的黃大神仙 這些東西隨身帶著 今天就真是中了你招了 黃仙喬 甚至都來不及自名得已 聶絕念咒 六個瓶子 飛向那個死屍的上空 黃仙喬 彈手一臉 六個瓶子同時碎裂 六種不同的血液同時 灑在那具死屍身上 還有最後一種 黃仙喬伸出條蜜 用手指弓的指甲 在自己尼尖上被一滑 派到多少自己的蝕尖血 點在死屍的眉心 產血齊備 猛然間 那具死屍 在棺木當中 一躍而起 那下來這場鬥法會鬥成怎樣呢 欲周師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多謝大家收聽 湘西趕斯鬼時之造促 作者 刑謀七言雙 演播 李朝生 第四百一十一集 喜屍 原文在族就輸貼上一回 上回說到 那句死屍在棺木當中 也一躍而起 即是為在周圍那些野狗 紛紛四散逃命 哀嚎的聲音連綿不絕 黃仙喬不等那句死屍 有絲毫移動 有一張金色的符咒在手上打出 大聲喊話 今天借你為傷 助我破拱 來日我一定三生五速攻你 助你輪迴轉世 你願不願意借我一用 為我驅賊 那句死屍 生硬地咬下頭 黃仙喬伸手入懷 摁了個金色的鈴鐺在手上 他面色一摁 輕輕撫摸的鈴鐺 細聲地說 好久沒見了老友 叮叮噹噹 一陣清脆的鈴聲響起 黃仙喬大聲喊話 今日我足有黃仙喬請私作法 山神莫左 土地莫難 如果難左 我見佛滅佛 見鬼燒毀 說話間 他聲色俱麗 似乎萬山感應 發出低沉的哭聲 黃仙喬彈首獵劍 一指指在死屍的喉嚨 封印在死屍額頭的金色符咒 即是金光大作 死屍睜開眼 一道白色的裂痕出現 而黃仙喬的眼裡 黑銅如墨 再也都見不到 正說那條白色的絲線 黃仙喬暗自鬆了一口氣 那個落自己降頭的人 在宮門當中 收到極致的金眼共思 讓他落共成功 便可以等閒視之 雖然黃仙喬講起上來輕鬆 但其實心裏也在打鼓 到現在 自己用竹遊術成功驅動一句死屍 並且用心胸之術 和死屍心意相胸 這樣才勉強將對方下降 轉移了對象 令到這個死屍成為自己的上 否則 你一劫也挺難遷就得了 黃仙喬嘴角露出一絲陰冷的笑容 抬起頭望向遠方 露出往日標誌性的嘲諷神色 探探地說 來了 居然是陰陽童子講 講完 慢慢掃了一枚符咒出來 向自己身上一貼 整個人 在漁墨的夜色當中 身軀慢慢地消失 陰風灑灑聲吹來 墳頭上的氣溫 雖然下降了幾十度 即使在寒冬之中 也不會有那麼陰冷 周圍的樹木 瞬間變得枯毀 打上一層冰箱 而周圍的野狗也都牙關打震 低聲撕叫 眼裡恐懼的神色更加濃厚 那句被黃仙喬練造的相 即是在寒風之中 嘔嘔聲大叫 張開的嘴唇裡邊 一對陰森的獠牙慢慢套出 雙眼赤紅帶著一絲白線 早已經 腐難不堪 只剩下多少殘暴的衣衫 斬眼間就被寒風以吹夫拉扭之勢 掛成粉末 他雙手握拳 站在墳頭上 直不得望著遠方 在金眼共司的屋裡邊 角落頭唐翼昏迷不醒 奇異的香味透出窗外 金眼共司坐在蒲團之上 一雙眼緊緊盯著眼前擺放的一個 裝滿清水的汰換 雙眼裡邊不再瘋狂不露 而是深沉如水 變成一種深不見底的黑色 如果有人在旁邊的話 就會發現 你一雙似乎不多角眼的雙眼之中 扣出一個奇異的現象 他雙眼黑如鍋底 居然沒有倒映出任何的東西 眾所周知 雙眼之所以能夠看見東西 完全是因為眼睛裡邊 有類似鏡一樣的功效 能夠倒映出你所見到的人 或者是物件 而這雙深不見底 無密倒映的眼睛 就唯有共司當中 功力達到一定程度 在落降的時候 運用觸音術 將飾音眼 運用到極致之後 產生的變異 照音眼 金眼共司雙眼慘都不眨 一般盯著眼前這個池碗 碗在那邊水波平靜 慢慢追現了黃仙橋所在的山頭 黃仙橋站在墳頭之上 手足無躁地看著前面 暗眼共司嘴角微微一笑 拿起旁邊的小刀 割開自己的手碗 擦滴鮮血慢慢滴入池碗之中 在山的那裡 風起雲湧 氣溫就更加低了 狂風席捲著一個物體 帶著孩童的啼哭 飛感向著山頭那個 站著的殭屍席捲而來 有一個嬰兒的身軀 在狂風之中慢慢放大 露出血盆大口 一口向著那個殭屍咬過去 殭屍一聲狂渴 不閃不備 雙腳根本不用彎曲 整個跳起 不讓那個嬰孩靠近 抹開嘴 露出深深尿牙 兩個怪物在胸中互相一咬 嘩 狂風席捲 嚇風之中 頓時血霧飛騰 什麼都看不清 在屋裡的金眼共司 傷限斬到不斬 看著碗 碗裡邊 只見黃仙喬 瞬間被一個血蠅咬中 整個人開始膨脹 再然後 嘩的聲響 發成也屠血霧 金眼共司微微吐了一口氣 雙眼微微閉合 探探地說 什麼如是 種種我降頭之術 沒有人還會有命的 你都不會例外 雙手輕輕一摸 碗口瞬間變得清澈見底 金眼共司不動神色 盆失靜坐 等待天光 這一戰勝負已分 就不用多說了 就在金眼共司 以為一切都已經成為定數的時候 忽然間 那個瓷碗開始劇烈地震動 金眼共司有點驚訝 重新張開傷痕 眼前的清水 慘眼變得混濁不堪 金眼共司更加驚訝 失聲說 什麼回事 瓷碗的響動更加急速 碌碌碌碌碌 開始在原地打轉 金眼共司面上的驚訝 神色更加濃烈 他出道以來 洛江從來都未試過失手 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 黃仙橋可以劫後偷生 但是瓷碗劇烈震動 更加令他覺得驚訝 雙眼金光重新開啟 盯著那個劇烈震動的瓷碗 眼皮都不敢斬一下 滴滴滴滴滴滴 瓷碗一陣劇烈震動之後 突然一下炸開 瓷片昏飛 水潑到整地都是 金眼共司只覺得雙眼一陣刺痛 不由自主用手掩住雙眼 再放開手 只见满地水池之中 呈现出另外一副景象 还是在坟头上 只不过这个时候 黄仙桥已经不在那里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僵尸 伸出黏刀一样的十指 仰天长少 而在他手上 死死扎着一个皮囊 正是自己刚才放出的阴阳童子说 破了 不可能的 金眼公司眼里闪出不可自信的神色 这个人居然破了自己的阴阳童子说 金眼公司相恨连连挥动 屋里面的烛光有一阵一阵明灭 但是就越来越暗淡 有如一个重锤击中自己胸口 金眼公司只觉得嘴角一甜 一口鲜血噴出 不得不接受自己降头被破的事实 中原道门真是藏龙我苦 是我看少了你了 不过任阳童子说你破倒都不足为奇 这个只不过是我黑衣共门最肤浅的降头术 不愧生降而耳 再来看我的死降术 五毒降术 说完金眼公司触音术再开 双眼重新变得深沉如水 大袖一揮 将身上的衣服扯 露出里面一身七黑如墨的黑衣 黑衣寬大无比 两只大袖直接拖在地下 金眼公司大袖再揮 八只蜡烛从袖里面跌出来 十字一拨 八只蜡烛依照八柱方位插在里面 再揮手 一个古朴的杯立在座下 金眼公司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 黄仙桥的人形剪子 拿出壁苦血将剪子插到一片腥红 打开那个古朴的杯 拿出自己所需要的灵液 这些灵液 正是公司落五毒降头的必备枝密 是将活椎 在施液当中萎养三日之后 加上蜘蛛 蜈蜈等五毒 共同倒催形成的执液 金眼公司 将人形剪子放在杯里面全部浸透之后 慢慢拿起 插在正中 然后医治在八条蜡烛当中 灌满这种灵液 眨眼把只蜡烛同时燃烧 金眼公司大声地喝 飞 只见 那张人形剪子应声而起 向窗外边飞出去 金眼公司伤痕滑到大大 全力运功冥想 人形剪子带着黑风 眨眼飞到那个坟头上边 发现黄仙桥之后 金眼公司大喊一声 总 那个人形剪子即时开始燃烧 化成一团毒烟 直接打入了黄仙桥的小腹之中 那黄仙桥这次又斗不斗得赢呢 欲知口诗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赶斯鬼时之造促 作者 刑谋七言相 演播 李潮生 第412集 古语降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人形剪子化作一团毒烟 打入黄仙桥的小腹之中 火焰燃烧得更加烦烈 蜡烛以飞快的速度燃烧 很快就烧到尽了 黄仙桥在坟头上惨叫住 等到蜡烛烧尽的瞬间 即是皮开肉栈 长穿肚烂 无数的蛇虫鼠蚁 在他的肚子里捐出来 场面血声恐怖之极 金眼共识 这样才松了口气 但是有前居之鉴 他还是不敢掉耳轻心 雙眼冰冷地掃视着一切 突然间心头一动 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哼了声 借尸还稳 老夫撑上了你 原来你在这里 贴了隐身符咒的黄仙桥 突然间觉得身后似乎有双眼盯着他 盯着他周身飙了冷汗 心里边猛然一沉 心想被发现了 这个公司双眼果然厉害 连隐身符咒也门他不过 这个时候 隐身符咒已经不起作用了 黄仙桥就干脆露出真身 阴沉地说 算你个人有点本事 金眼共识认他说 我说过 江湖五姐 我共识始终压你鬼识一头 足有鬼识 你喜思作上之术 门不过我的 既然是这样 黄仙桥冷冷地说 就等老夫灭了你这个 不识气的公司 金眼共识双手捏缺 整地的蛇虫鼠蚁 开始重新凝聚 化作一团黑烟 在空中慢慢重新组合成黄仙桥的子人 在金眼共识的吹谷之下 人形展指向着黄仙桥的真身 红色打过来 黄仙桥双眼闪着从来未出现过的寒光 望着那团黑烟 抹大口一口 毫无顾忌地把黑烟全部吞入口腹之中 金眼共识稍为有点错愕 好不到黄仙桥居然不闪不秘 敢这样来接自己的钢术 宫门钢术就千奇百怪 各种钢术层出不穷 但是大概都不离生死易钢的范畴 生钢是落钢的公司手下流程 可能还会留你一命 不过至少都会大病一场 患有终身都医不好的残疾 比如正说的阴阳同止钢 血钢 药钢 灵钢等等 都是属于生钢的范畴 虽然是生钢 但是就不能说它不够歹毒 比如灵钢 共识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 令到受害人产生幻觉 或者迷失意识 做出匪夷所思的怪事 甚至能够在一瞬间就控制住一个人的意志 做出他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出来 一落钢 对方就必然逃生无门 唯有任得钢头师予取如求 直至钢头师解钢 或者有高人插手破钢 才能够逃出生天 摆脱对方的掌控 而好似五毒钢 绝钢 绝钢 冰钢等等 就属于死钢 众亲就必死 譬如 绝钢当中的阴阳钢头草 又粗细两条制成阴阳干草 钢尸落钢之后 阴阳双草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愚动 直至两条草结合在一起为止 钢头草落钢之后 会在人体里慢慢滋涨 去到某个数量之后 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衍生 在这个时候 种钢的人会莫名其妙地发高烧 然后就会发狂而死 死的时候 阴阳草就会透体而出 死者的尸体就有如稻草人一样 这类钢头的可怕就在于 这类钢头是目前钢头界最难解的绝钢 种钢的人就唯有等死 生死易钢 就并不是根据功力高低决定 有些死钢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发送 有些生钢也非常难掌握 有些反势甚至更强烈过死钢 但是总体来说 死钢术都是稍为高一头 因为死钢当中 有着除了金眼共司之外 其他任何共司都没有办法掌握的 绝高钢术狂头钢 金眼共司审不见底的瞳孔 反着阴冷的寒光 千里之外 两个高手遥伤对决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但是金眼共司相信 自己将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没有人能够顶着五毒钢的控制 只要中钢就绝无可解 哪怕大罗金仙都不例外 王仙桥嘴角微微一笑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大限章子 那段黑烟被他一口吞下去之后 他不方不望 他已经坐在坟头之上 双眼一闭盆室打坐 金眼共司同时也都闭上双眼 两个人一起进入一种 圆之有圆的境界当中 内窥之术开启 两个人同时看到 在一个内空间当中 一群数不清的蛇虫鼠矮横行 吞噬着空间当中的牌蜜 五毒钢头术 哪有得解的 金眼共司盘室而坐 周围围着八枝白蜡烛 闪着幽暗的光芒 照到整间屋都好通透 恶心的气味离慢在空气之中 闻到的想吐 金眼共司弹手叠咒 渴了声 走 在那个内空间里面 顿时所有的蛇虫鼠矮 都好像颠了一样 在空间里面四散飞舞 努力想突破这个黑暗空间 去到外面 黄仙桥的额头微微出汗 但是神色老定 根本没有丝毫痛苦的神色 似乎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这个令到金眼共司疑惑不解了 难道这个人 真的有什么通天徹地的绝招 能够破到这个众亲都死硬的五毒降头索 就在金眼共司的一念之间 突然间 内空间光芒大刺 一声有如佛音樊唱一样的声响传来 有如海天辟地的一声 撕裂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光芒之中 有1.6光在光芒当中并发出来 然后照片整个内空间 只见一只巨大无比的绿色琴距 无故出现在内空间里面 左顾右盼 有一副军林天下的姿态 开启了色阴眼的金眼共司 和孔一层收缩 大声地说 这是什么 黄仙桥音懒的声音传过来 无知的年轻 上天的神物 又怎会是你这种卑鄙小人认识的 黄仙桥放出的这件事 正是当年只是在凤凰山上出现过一次的 至尊五毒当中的无美六蝉 古和江 其实也是有相通相识之处 害人的手法在外人眼里面 很多功法看上去都很似 但是其实内在原理就相距甚远 古更重于对外物驱动 靠着以外物练成古虫害人 所以从尸都很爱惜自己的本物古独 古独在就是人在 古独灭就是人死 而江就更加注重内在修炼 只要本身的功法在 落江之物就并不重要 一花一草都可以落江 比起古独似乎又高上一筹 简单来说 从尸用的是物理攻击 而公尸就是用精神攻击 所以在五邪的牌位之中 公尸排在从尸前面 是仅次于判尸的存在 但是这样就不意味着 所有的共尸都能够全部 克制到从尸 更何况王仙桥放出来的 是现在几乎仅存在传说之中的 无上古独之一 毛美六蝎 这个是以凤凰山的震山之堡 果然毛美六蝎也出现 即使所有的蛇虫鼠蚁都感受到危险到来 在黑暗之中四散逃产 毛美六蝎发出声雷鱼鸣一样的敲叫 神区变得巨大无比 上眼发出惨绿的光芒 有如天神光临 俯视着脚底的所有毒物 他的叫声震到所有的毒物 周身在打阵 毛美六蝎蝎一卷 卷起一堆蛇虫鼠蚁 他跟着一个翻身 再次吐出一条蝎 这条巨大的蝎 直卷着那些奔走逃命的毒物 毫不客气又是吞了下去 反复几次干净利落 所有内空间里面的蛇虫鼠蚁 被这只巨大的毛美六蝎 吞得干干净净 他眨眨眨眼 舔着舌头 似乎还意犹未准 很不情愿地慢慢变回世 消失在黑暗之中 王仙桥慢慢吐了喉气 站起来 连续响了几声 金眼共司的八支蜡烛全部关掉 他感受到降头术的反噬 有一口鲜血噴出 整块面变得惨白 对王仙桥的实力他很惊讶 而更加令他感到恐怖的是 自己居然看不出 王仙桥放出来的那只怪物 到底是什么 那下来 两个人又会继续如何斗法呢 若周诗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赶斯鬼时之造促 作者 刑谋七言商 演播李潮生 第413集 狂头公术 袁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金眼共司 居然看不出 王仙桥放出来的怪物到底是什么 要知道 金眼共司 是共司之中最高层次的存在 他虽然退出中原渡门几十年 但是当年在塔教那时 他已经是塔教之中少有名气的共司 当年塔教和中原各大渡门混战 上方自然是知根知底 对于对方的出名人物的法器道术 无不了如指掌 如果这个少年 是当年足有赶斯一幕当中的高人的话 没理由在当年那场大战当中 不显露伸手 要知道 当年那场大战高人背出 双方都出动了所有精英 甚至包括林克宜 艺家宗主 这些高手之中的高手都出手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如果这个少年 是这几十年来足有赶斯一幕 所培养出来的少年高手的话 就更加无理由直直无名 足有之中 年轻一代的高手 就唯有黄云光 古家兄弟 还有方家的二军突起的少年 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他自信 即使是黄云光这班人 也都绝对不是自己对手 但是这个人举手投足之间 他已经破了自己的死钢术 怎样他不觉得背脊骨都凉了 要知道 为了练就五毒钢术 自己是下了几大的功夫 现在被黄仙桥 一举破了自己几十年的苦工 怎样他不老修成路 你一战 再无半点挽回的余地 结果只有一个 你死或者是我网 禁眼共司 心心吐了好气 双眼不停地开合 碰到黄仙桥的高手 反而令他冷静回来 盆室坐在蒲团之上 摆动如中 但是心里面他是风起云涌 隔了很久 双眼终于一下增开 下定决心 慢慢地说 你既然想死 我唯有承传你 是意力给我 双眼合埋 口中默念咒语 过了很久 双眼里面 他已经瞳孔消失 只留下空框框的眼框 看上去会得人害怕 盼眼共司 除了头上的发枯 花白的头发垂到腰间 只见他神色正重 似乎要做一场大法事 接着 金眼共司在怀里扔了一个瓷瓶出来 拧开之后 将里面的东西一口饮盡 然后把一栋升式坐在原地 很快 金眼共司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皮肤时发柏时发黑 一阵变绿 一阵变蓝 几番变化之后 又恢复完原貌 金眼共司冷冷地说 老夫三岁入宫门 七岁练成蓝眼 十五岁开始修炼福土神童 三十岁食阴眼大成 四十岁才开始真正入宫 才敢自称共司 七十五年来 老夫从来都没用过这一术 你这个无名小子 能够死在老夫这一术之下 都算是你这世人的福分 终于 这个金眼共司 要动用他的那个绝世公术 狂头江术 共司以降术文明于世 但是从来都不称自己为降司 而是公司 因为降术的最高层次就是公术 公术就只有金眼共司才掌握 比起千奇百怪的降术来说 公术只有一种 狂头公术 所谓公上公下背 公就是自己的头 而背就是自己的身体 公背分离 即为公术 能够做到头身分离而不死 就是公术 公术作为神秘莫测的第一降头术 不但诡异恐怖 收集的方法也是惊险无比 能够练成的 共识之中十个都没有一两个 够胆收集共术的共识 基本上都是金眼以上的境界 因为唯有达到金眼 才是触音术大成的象征 拥有照音眼的能力 才能够驱动音界鬼密为自己护法 因为当公司收集共术的时候 投身分离之后 就失去了一切的能力 稍微有少少变数 就能够令到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若果这个时候 没有靠得住的弟子帮自己护法 即使是一个三尺童子 也可以轻易拿到自己的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